我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no 今天要來看阿根廷B隊對賞德國A隊 那最近有觀眾建議我把這個賽事表拿上來 那由於現在賽事的關係是積分制的 那還沒有進度淘汰賽的關係 所以給大家看積分的話會有很多數學 其實讓大家看的會有點複雜 那如果有希望可以看到這個積分表的話 可以上我做查詢 可以直接查這個國家盃的一個英文 我們的LOGO左上角有這個英文可以去做查詢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阿根廷B隊選擇的文明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根廷B隊選擇是匈奴 匈奴還有庫曼兩個都是這個遊俠文明 那馬來跟伊索比亞都是有強奴的文明 而且馬來的話海上還有一些優勢 伊索比亞的話可能沒有這麼多的海上優勢 但是弓兵優勢是不錯的 那我個人認為伊索比亞在團戰來說是一個蠻厲害的存在 那我們在昨天的影片裡 有看到這個伊索比亞點一下這個金罐之後扭力彈射器 火炮的範圍變得超級狂 然後連這個投射傷害也非常的猛 那這個打法來說算是比較打大後期的 那我覺得現在阿根廷B隊是想要打一個中後期的一個節奏 那前期的快攻隊他們來說會比較有點招架無力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德國A隊 德國A隊的話重關選的文明 算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火雷DN30也是中後期的文明 但是法蘭克這個文明的前期就已經很強 經濟來說也不錯 而且驅者輪流也是喔 驅者輪流也算是偏前期 前中期很強勢 那到了地後的話也沒有到非常差 算普普通通 這個文明的話前期的抗壓性來說是不錯的 對方的駱駝啊或者是騎士喔 刺猴都可以有效抗渴 最近自己的駱駝一定是比對方駱駝傷害還要再更高一些 所以驅者輪的話 算是比較全方位性的一個壓制的路線 好那看一下紅色 那如果是蒙古外加的部分就要稍微小心一點喔 因為蒙古外加的話很容易打出對方的工兵數量 盡可能的喔不要出太多的工兵 那但是如果你不出太多工兵 又很容易被對方的刺猴加工兵壓制 所以這就是玩蒙古的團戰外加的一個問題 你工兵出太多到城堡時代沒有優勢 沒有優勢的話你要轉馬功 馬功的話又要再投資很多科技喔 所以種種因素而言 我覺得蒙古團戰來說是一個比較不好發揮的文明 但是如果一旦有讓他足夠的時間做發展 撐到帝王後期喔 那他就會稱霸這個戰場的一個主要地位喔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前期的雙方選擇喔 那一樣喔我們前面都會稍微加速一下 來縮短一下影片的一個速度 前期這邊看到了有兩隻四頭牆來抓綠色的村民 但村民這兩隻直接殘血拉回走 那後面的伐木狗你直接拉走 也沒有直接繼續圍喔 那這邊就算成功的一個騷擾了 就算沒有達到村民的擊殺喔 也是讓他收村 這樣子跑來跑去一來一回喔 就可以影響到他的一些伐木的經濟喔 那這邊伐木已被騷擾到那這邊戰船的部分可能會有點難出喔 可能會變成單個碼頭去出戰船的動作 那待會這邊兇人喔可能就會有這個多一點的木頭 可以去做一個採集資源或是出戰船的一個選擇喔 這算是一個前期的博裕的細節喔 但我目前看起來DS 欸這兩邊都是自解了吧 這好像沒有槍 這兩個不會打起來 哈哈哈哈 好 那就沒事了 那我剛剛前面這個分析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好 那看一下藍色 藍色這邊是選擇了雙碼頭的開局 那果然是要來對付對方蒙古 蒙古應該是要來存打海 蒙古打海的話不知道會不會打贏喔 有點疑惑 目前看起來馬來會比較好一點的 個人感覺阿 因為蒙古我一直覺得他的經濟沒有很好 雖然前面有打力的優勢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蒙古應該前期會變成五五開喔 但是這邊對手直接一個失誤 火蒙頭第一艘直接往前送 完蛋 然後這邊也沒有村民 村民還被擊殺掉 哇這邊沒想到第一時間 村民就直接沒了 然後火蒙頭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做一個反擊 那漁船部分可能會直接被燒爛 這邊可能要等火戰團出來先來反擊一波 這邊村民要小心點喔 這個火戰團是能燒得到對手的村民 趕快跑趕快跑 這邊再做包夾 但是後面有更多火戰團過來 好這邊直接燒個一波 看起來蒙古拿到了一個不錯的優勢 我們看一下其他戰區喔 那下方的這邊戰線喔 目前是由伊索比亞拿到一點小小的優勢 但後方後面的赤猴已經在做開打動作了 目前是赤猴直接去打外加 這邊聰明直接被塗掉了山村啊 哇靠這個不列連前期直接爆開 由於前期要打海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出這麼多攻兵做反擊 那可能不列典還是要稍微去嘗試安一點長槍兵喔 去防守一下赤猴的騷擾 不然自己資源很容易被騷擾到 戰肯紅龍也會打輸喔 好那看起來不列典有稍微反打回去 但是要小心對方自爆船 第二艘又過來了 後面這邊還在修快修好了 OK這邊炸了一波擋下 但是不列典也是有第一出自爆船 自爆船能不能再炸的一個大丸的 OK換掉一艘然後照了一艘火蒙桶 那目前看起來這波交換的結果 不列典還是處於下風之處喔 看起來不太妙 反正不妙 好回到上方這邊 這邊直接使出了三碼頭 火蒙頭開燒 那德國A隊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強勢一點點喔 只有不列典是稍微處於烈勢的狀況 那後面這邊直接大爆打 匈奴直接刺猴開砍一波 哇靠這個捕獵甸的村民樹 直接降的有點慘喔 只剩下27村啊 村民樹已經降了大概8村左右了 這個經濟來說 嚴格來講是倒了 應該是沒機會了 但是有個細角 他的念家屈著羅倫 屬於一個維加開農喔 沒有出任何的刺猴 那這邊是想要直接出這個 欸這個樹 欸不是樹地 那個樹 樹層打法 樹層打法應該是要直接上了 待會可能再按個一兩村 38村還沒上 看一下喔 38村沒上 怎麼會呢 應該這個時間點應該要點了 看一下他的資源 喔差一點點而已啦 我想說奇怪怎麼還沒按 原來只差30肉而已 OK 那這個打法就很正常 那目前喔 虛者羅倫是有出一些刺猴 但是也是去對方家裡run喔 那這邊run個一波 所以導致他現在才上 如果他是沒有出任何的兵的話 會上更快一點 好 那這邊來救一下 隊友單隊友其實已經損失蠻慘重了 那我不確定為什麼不列典這邊 不拆一根劍塔 直接防守 當然他有可能覺得劍塔沒辦法直接 做出一個很好的應對吧 有可能是這樣子 好 目前看起來 不列典戰船 數量明顯是劣勢 那這邊就要稍微休戰一下 兩邊再稍微補下魚 上方的話是有蒙古大獲全勝 有點意外 這個馬來沒想到被騷擾得有點慘 好 聰明數雖然沒有降了很多 但是前線喔 法蘭克給的壓力一直是很大 這個肉馬有這個血量優勢在的關係 對方刺頭一直在碰壁喔 對方庫曼有出刺喉 但是他還是被打爆 但是庫曼的好處是現在村民 他是慢慢成長起來 他的雙T是已經蓋了下去 然後這邊會稍微有一點點的村民領先的一個動作 這邊持續再來做一個輸出 那其實上面可以直接走進去喔 但法蘭克好像並不知道 以為只有這個地方可以走 下面不列顛這一波要來炸 可能會出是炸船直接毀滅 哎呀沒有直接炸到這個火蒙頭 所以他沒有聲音滴血 反而還有剩三分之一 不列顛這樣有點厲害耶 好像慢慢打回去了 哇靠這一炸 這一炸又更接近喔 兩方的戰力 但是不列顛已經被燒剩下一艘漁船了 而且家裡一直被燒的狀況下 這邊村民到處都是屍體 啊32村 太慘了不列顛 沒有漁船優勢 也沒有入戰優勢 村民也是被弄得很慘 這個不列顛有點尷尬 那就只能靠驅逐羅倫 還有法蘭克一個蒙古 這邊逆轉一波了 那蒙古能拿下海的話 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勝利 因為待會這邊不夠的肉 可以讓他快速點這些母子環 或者是三級射二級射 或是直接術生帝王 的一個打法 那目前的一個蒙古的選擇 我應該覺得他還是會打一個 上城堡之後 然後開始轉 轉弓兵 他轉弩兵 OK 轉弩兵升級 然後轉3TC開弄 可能不會直接單TC上帝王吧 在想應該是不太會吧 因為他這樣打的話 自己的特色優勢並不是非常明顯 但是如果能在這個時期 稍微重創一下對手 那就另當別論了 而且奴兵的好處就是 可以是集戰力 要升級的東西並不多 而且有一定的殺傷力 確定就是機動性不太好而已 好 沒關係 那我覺得還是會開TC 這也是選擇一個彈道學 給TC開下去了 可能開這個位置 那待會所有人都要往中間開TC 去獲取一個黃金 那這個黃金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蠻平衡 每一個文明的前方 都有一塊主金 那要挖的話 這邊蓋TC的話 可以算是一個安全的挖掘位置 那跟陶警察一樣 對方也是可以直接 在中間拆一座城堡 然後直接直擊你的TC也沒問題 好馬來直接插一根劍塔做防守 那我覺得只要逼到對手 插一根劍塔就很賺了 因為一根劍塔是一百二十五石頭 加上五十木頭 那讓他到城堡時代的話 沒辦法第一時間開下山TC 會稍微有點傷到經濟 看這邊劍塔蓋好之後 結果射騎士傷害也不高 這邊弓兵直接無情開射 原地開 後面有騎士跟刺頭直接走進去 這邊想要硬蓋 但有機會嗎 好可以餒 後面有一些固慢的弱頭 開始來防守 這邊有個窄口 直接被抓掉 哇有點慘 但驅逐羅倫的弱頭實在太強了 你看打砍個兩刀直接半血 OPOP 好 那伯烈甸這邊正式 出了這個海戰的部分 開始慢慢再轉入地了 那這邊還是有投資一根劍塔 而且這裡有個細節 他是有用這個村民 稍微小小短距離挖石頭 那他大會應該也是要直接3TC 所以就算是有這個 本堡時代開農 那還好 伯烈甸的 中間這個TC的造價是非常平 他回耀農村民的速度也是 蠻快的 這波可能工兵要送光 庫曼的兵其實蠻多的喔 雖然法蘭克也看起來很多 但是 還是有機會的 這兵是有機會的 庫曼還是有機會打贏對手 自己是混一些弱手的話 給的壓力是蠻大的 但這邊不敢硬上欸 如果是我後來就想硬打了 這個都已經殺到我家門口了 對不對 後面補一下單位 收的村 然後直接A上去 無腦A 然後這裡沒空好 後面再發呆 那目前 伯根蒂 不是伯根蒂 他跟停閉隊 看起來的劣勢非常巨大 家裡各種被騷擾 連殺騎馬直接燒到我家裡 但對方有騎士 騎士打這個殺騎馬非常好用 後頭在後方 沒有第一時間去抓到對方騎士 這邊是分兩隊喔 這裡好一隊 那中間部分TC也蓋下了 那這邊灰色 伊索比亞中間開下金礦了 待會轉金礦的話 就足夠經濟轉出強弩 但也要撐到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這個阿根廷B隊 是偏後期的文明 那我們在中期的發揮並沒有那麼好 可能會被壓制回去 那不列電這邊還是可努力的 出一些戰船 想要來抵抗對手的一個戰艦 那這邊戰艦抵抗的捷徒 好像是有機會反打回去 對方伊索比亞可能覺得自己勝利了 戰船沒有繼續出 然後這些漁船出太多了 導致現在所有的戰船被騷擾住了 第二波的戰船過來做一個防守 目前看起來 在德國A隊已經要拿下這場比賽勝利了 村民術已經領先了40村 疑似有庫曼存在還是大幅領先對手的村民數量 看起來穩穩的 本來這邊TC直接被硬砍 目前村民術最多的是霸山村的 等射死這個Trader Roland Trader Roland是開來4TC 第4個TC開在金礦處 那後面是開來3TC在家裡開農 那後方這邊一手 不是一手比亞 烏烈點也是開下3TC直接開農 大家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不開農就得等死了 好這邊第一時間有去射對方的一個駱駝 那這邊殺騎馬 康特的能力實在太強 後面很快就可以吃掉 OK 康特完之後回到正面 這邊直接蓋一座城堡 想讓對方連挖黃劍機會都沒有 這根堡蓋下去 他可能要督根 上方工兵 紅火依舊在出自己的奴兵 後面有更多奴兵過來做支援 中間法蘭克黃色努力抵抗對手的 布曼騎士 還有後方的匈奴騎士 然後來有一個立足之地 可以挖一個安全的金礦處 就是他們的所要任務 但是現在其實兵量 是不太可能能打得贏的 這邊可能要取 要讓山果直接擠在這個位置 才有機會 好這邊直接駱駝招牆掉了一隻單位 然後就直接遠地倒地了 後方的一個招牆沒有去補上 正面看起來雖然現在有個高地優勢 但數量上其實是有點輸對手的 我跟DB隊的兵真的是有點少 好 那幾波真的是傷到他們的經濟 好 凡克經濟非常的旺盛 分明術已經來到90大關了 第一名還是這個驅者羅倫 反觀是庫曼這個威名 還有匈奴 兩邊都沒有被超級大騷擾 庫曼可能有一點 所以創明術有點落後76村 原地上來說一定會比較慘一點 好這邊直接做個包夾攻兵動作 直接包起來打 後方的弓兵也直接做個支援 第一時間去射對方的騎士 隊員被包起來的弓兵全部不見 沒了 他跟DB隊看起來真的是沒了 這邊城堡也蓋起來了 直接都更 下方弓兵再去農 但是待會就沒有黃金了 沒有黃金之後就零斷金 斷金的話也不能出弓兵 自然就沒有優勢 就沒法打了 這張圖的一個重點 盡量不要選這種大後期的文明 很容易打輸 那有可能是banpeak的時候沒有ban好 然後導致選了一堆大後期的文明 可能想說可以撐到後期 然後去搶中硬金炮 但是德國A隊完全不給對手機會 直接用強軍事壓爆對手 那果然德國A隊這邊是選了一個忠厚文明 這個普列典比較劣勢之外 但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蒙古居然可以這樣穩穩上到城堡時代 甚至點下帝王 然後從頭都打奴兵也沒有轉滿功 這是比較意外的一件事情 因為正常來說 他們都不太會打這麼多工兵 但這邊 可能是因為海上有打贏嗎 所以就奴兵就一直打 這樣有可能齁 這個是我自己的猜測 反正是工兵打贏 海上打贏所以工兵就繼續出 因為繼續出工兵就是要確保陸地上不會 不會沒有兵的狀況很容易輸 那如果海上打輸的話 可以考慮稍微判一下科技 然後開龍轉出蒙古屠記 這樣的一個流程 但是他這邊選擇流程 我覺得這樣打法會更好一點 因為轉兵的話總是會有空窗期 但如果是奴兵一直限定的話 他就可以一直有持有戰力 也可以幫助對手 然後這邊工兵你看這邊也是保護柱 然後驅逐盧倫在前面扛線 加上法蘭克 這邊工兵直接也是全部吃掉對方的駱駝 跟騎士的數量 直接大獲全勝 避上非常多的騎兵單位的屍體 然後這邊直接來硬蓋城堡 但是這邊直接蓋了三座 兩座城堡要來對控對方的城堡 這時候阿根田B隊打出了追局 我們恭喜 德國A隊拿下第一場的勝利 哇 沒想到德國A隊 很有料耶 因為我其實對德國A隊不太熟悉 因為他們的選手 除了第二名以外 不是第二名 這個紫色 這個紫色是我們頻道之前有出現過的 他的實力也大概2400多 還有菲利普啊 菲利普也是 應該叫念菲利普沒錯 這兩位選手是比較有 我比較有印象的 那其他兩位的話可能 印象沒那麼深刻 好像偶爾也有出現過 但目前看起來 德國A隊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有邏輯性一點 就是該這個地圖 該選擇什麼樣的文明 會有優勢跟劣勢 他們應該是有分析過的 那跟停B隊 可能就是比較單純一點 只想著後期怎麼打 但是卻忘記了前期的一個 文明的烈優勢的一個選擇 所以導致他們的前期 跟中後期 融合出現一個狀況 因為前期打不贏 後期基本上就不會來了 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喔 經濟部分是蒙古 蒙古這邊是拿到32000分 那法蘭克是3700 劇德倫是3400 哇這兩個果然是開農狀況 經濟非常的好 好那我們就來恭喜德國A隊 拿下第一場比賽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場比賽吧 好的遊戲來到阿根廷B隊 對上德國A隊的第二場比賽喔 那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前期的強勢進攻式非常有優勢的喔 所以盡可能的喔 要選這個前期有優勢的文明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綠色喔 綠色是選擇了保加利亞 好我們不要講綠色好 我們直接縱觀來講這個 這個是什麼 看一下喔 OK喔阿根廷B隊不好意思 阿根廷B隊這邊喔 直接選了兩個前期文明喔 這個阿茲跟瑪雅 看來他們是都有一定的了解喔 確實這文明選得不錯 要是可以再選個中國之類的會更好 中國一開始也可以點支部喔 所以沒什麼經濟上的壓力 那高綿跟波蘭這個文明喔 也都是前期來說會比較有壓制性一點的文明 前期落落就會很多 好玩這張圖前期大家都在開稿 你搞我搞你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灰色 灰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剛剛講的是德國A隊喔 我剛剛想說奇怪 不過阿根廷B隊怎麼突然開竅 要選一堆前期文明 結果是德國A隊選的 不好意思喔我這邊更正一下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阿根廷B隊喔 阿根廷B隊這一次我看是慘的 他們選的都是中後期的文明喔 這個阿根廷B隊選的是條盾 條盾的話雖然前期的農鐵很便宜喔 但是前期的一個發揮並不是非常好 可是要等到大後期喔 這個條盾騎士團的這個遊俠成型之後 殺傷力會更足一點 那前期要如何存活下去也是個問題 縱觀那一下阿馬扎爾也算是 這個也不能算是 不算是前期文明喔 算是中後期文明的馬扎爾 雖然前期有這個肉馬義工的優勢在喔 但是經濟上的其實沒那麼好的情況下喔 還是很容易打輸對手 再來就是來看一下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的一個狀況也是強軍式的文明 其實跟馬扎爾有點像 而且保加利亞人是兵工廠的科技減免 很費用減免的關係喔 有減免一半吧 對印象中 所以他要打強軍師才會有這個經濟加成 你一定要打到對方 殺到對方經濟喔 自己經濟穿好起來的一個文明 那我覺得這個博弈之間的一個心理戰術來說 阿根廷B隊他可能是有多一點的自懂 算是想要自己創造價值吧 就是因為他們這邊都是沒辦法靠自己的經濟做成長 你一定要用自己的兵去跟對方換經濟 才會有贏對方經濟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壓力會落在阿根廷B隊上喔 如果阿根廷B隊這邊持續的出兵 然後又沒打到對方的經濟 那可能大難領頭的就是他們喔 這個是阿根廷B隊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喔 呃薩拉森這個文明也是啊 我們也講過好多次了 薩拉森這個文明就是一個很尬的一個文明喔 經濟不好然後弓兵也沒多強對不對 重腕來說不妙 好我們稍微加速 好那我們的德國A隊已經開始在搞對方了 連對方的伐木學在圍 果子也圍爛 好上方這邊有村民也是打個一波 好那這邊準備要進入到封建時代 兩邊村民都是有點像 支付技術在做一個開扁 因為這張圖實在太小 哇這個橘色一路圍圍圍到對方的伐木場也在圍 這邊再開一個伐木場拓張 有想法有想法 好那我們在封建時代升級的時候稍微暫停一下 不是暫停變成一倍數來看一下 但目前德國A隊的一個分數還是有稍微領先的 畢竟前期來說經濟一定是不錯的 好但是待會阿根廷B隊到了封建時代 就是他們可以出兵的時間了 那這邊就要看阿根廷B隊 出兵能不能打出點東西 如果像我一樣平常打不出東西 來的話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要看醫生 好那就來看一下灰色 條盾這邊要怎麼打 條盾可能要直接直上肉麻 不肯打步兵 或是直接插箭塔 那條盾的箭塔的裝載量是兩倍 他的村民蓋箭塔之後 那個箭塔可以藏十個人 那十個人就代表什麼 可以藏十隻村民 然後還可以射箭矢 喔步兵阿 步兵進去可以射箭矢 哇靠這什麼 這個直接打掉對方的 打掉對方的房子 這個畫面真的是很逗趣 這張圖真的是前期的村民大戰 好那這邊鷹刺猴 會追到對方的馬嗎 沒有 村民直接繞頭可以打一波 好德國A隊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真不愧是戰鬥民主 好後方看一下 高明也是有出馬 你看這個高明的馬已經三隻了 這邊是看起來是升級上來說是 比較順暢一點 而且這邊開始撒田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麻扎的第一步 能不能趕快爆出大量刺猴去幫忙 好麻扎莉亞這裡有兩隻刺猴 這邊在觀察對手的一個弱馬動向 那弓兵放在後方 我覺得這個蠻聰明的 這個薩拉森 不是後方 是正前方 不好意思 我想說 他如果放後方的話 弓兵第一時間出來不會被克制住 雖然這個位置來說 還是不會那麼的危險 那我覺得放後面一點的話 你要去幫忙隊友的話 第一時間你比較容易去 cover到隊友的這個路線 那正面的話 你有TC可以當 基本上 這邊房子大概圍一圈 當個圍牆圍下來就好 這個防守的成本 價值就會比較低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子 所以 射箱場這時候 我覺得 你知道你的經濟來說 不會太好的情況下 射箱場可以考慮放後方 而不是放前方 射箱前方很容易被壓制住 然後要去救隊友也比較困難一點 射箱圖的話 我也比較建議 射箱場是蓋後方 不是前方 除非你有主動權 如果你有主動權的話 像瑪雅這樣子蓋前方 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薩拉森主動權的話 是偏少的 而且這張圖黃金很快就 很快就 很快就挖完了 不能說挖完了 是根本沒有黃金可以挖 不好意思 這邊前期只能出毛兵跟 蛋毛 那薩拉森這邊是想要靠買賣 買出工兵出來 但我覺得這樣並不是一個聰明的選擇 那為什麼我說這張地圖 前面沒有黃金 是因為這張圖本來就是草地的中間 都只有石頭 並沒有黃金 所以這邊大部分都是會打一個肉碼開局 是有優勢的 沒錯 那如果你要打工兵的話 就要像薩拉森這樣做買賣 瑪雅的話這邊有優勢 原因是因為他已經會出毛兵 毛兵加長王兵的話 打起來的話你出工兵還是劣勢的 雖然對方的 刺猴可以直接印上對方毛兵 但是我剛剛說了 那瑪雅可以出長項兵 所以以防守來說 瑪雅的話 失去的經濟並沒那麼高 但是如果薩拉森要堅持打工兵的話 他這個造價成本 就會非常高了 因為你是需要透過買賣 去奪取黃金之後 才可以出工兵的 並不是天然挖到黃金就可以直接出的 這個投資成本我覺得太高了 這個 不符合投資價值 好 接下來看一下 條盾 條盾這邊是決定使用塔工喔 這邊我剛剛有說過 條盾是十倍的村民的 裝載量的關係喔 劍塔可以放十個人 這邊也是拉了十個人過來 反正是只要想要直接用塔工喔 連環塔方式插入對手的一個領地喔 阿結果我們回去了 你還在黑暗時代 等一下條盾還在黑暗時代 我剛剛想說奇怪 阿怎麼插劍塔 原來是連 空箭實在都點不下去阿 那看起來又沒了 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應該很快就可以看到結局了 德國一隊明顯的優勢喔 分數開始拉了起來 好 這邊高敏的優勢就會很大 還有這個波蘭 兩個肉類獲取量都是很高的文明 那肉馬數量很容易就贏對手 那果然保加利亞的肉馬數量是輸給對手的阿 你看這很明顯 對方 高敏的人馬超多 那你看這邊馬渣也是 數量上也是很容易輸對手 波蘭的肉馬還是很多 他還要被被迫出點長槍兵做防守 這真的是 兵技上的一個差距 好 正面的 他只出了一些槍兵 來插爆對方的一個肉馬 目前 他跟TP隊肉馬全部落後 數量都沒有贏對手 那正面來說 瑪雅又可以出毛兵 單純槍兔對方槍兵跟弓兵 但是瑪雅這邊好像是快要上城堡時代 是不是 我怎麼覺得他有點在囤資源的感覺 沒有一直瘋狂按這個毛病 可是他連毛病都沒出 哇靠他真的連毛病都沒出欸 哇這麼狠喔 這個連毛病都不出 他直接插進塔防守 然後直接出去挖礦 OK 他這邊挖出了一個洞來 可以去外面挖礦 這邊開始找金礦 這邊最好是邊分兩路喔 村民一個往左邊走一個往右邊走 找到金礦處直接插出去金礦會比較好一些 好那瑪雅這邊可能是等到金礦好之後才要來出弓箭手 正面是有 高米這邊想要用這個窄口去堵住對方 但對方弱馬數量還是很多 攻兵數量其實也不錯 那隊友波蘭的弱馬也是第一時間過來做支援動作 目前看起來高米的肉量還是非常多 直接打爆對手的弱馬 這邊弱馬全部全身倒地 剩下六隻的弓兵再多一個撤退的動作 看起來這邊包起來打的話弓兵也是難逃逸死 中間有一個大聖佛教 這個應該是大佛 不知道是什麼宗教的大佛 應該也是佛教吧 中間長江兵 我們一波調整的長江兵是很坦的 但是要到城堡時代才會加一防的關係 長江兵像要跟對方的阿茲一樣是原裝進口 並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而且這邊阿茲居然拖點義工太狠了 這個男人 居然拖點義工 好長江兵互戳 那一定是阿茲會贏 而且阿茲的軍營的生產槍併速度是有提升11% 這邊戳掉一隻村民 好那點下城堡時代的果然是瑪雅 還有另一家的高免 果然瑪雅是要直層喔 那這邊打一個直層上時代 待會有挖石頭嗎 有挖石頭石頭有多少 那可能大會要直接打這個羽射手了 直接圍個圍牆 後方也挖出了一個洞來 好正面洛馬再來開戰 那其實你們看到這場比賽了 就已經有點印證了 就是我說的 保加利亞跟這個馬扎爾 兩個都是前期經濟不好 你一定要打強軍事 才能打贏的文明喔 那也同時印證了 這個洞馬上喔 即使你打強軍事 也有很可能會輸對手 所以我一直強調這兩個文明 算是比較進階的奇兵國 一般新手是盡量不要去接近這兩個文明 或是瑪雅阿茲這些都是有經濟加成的 盡可能的喔 不要去選到這種 一定要自己用強軍事喔 軍事上的優勢 去跟對方換經濟才會贏的一個文明 只會讓你的經濟越打越差 而且 你可能靠一兩場打贏馬扎爾 或是保加利亞打不到對手 你就可能覺得這文明可能不錯 畢體上你可能大部分也只是 遇到比你更菜的喔 並沒有辦法 真的可以打贏更強大的對手 這邊這遊戲的基本功 那種經濟運轉是蠻重要的 好 就來看一下保加利亞這邊能不能打出個逆轉 這邊保加利亞出的兵有點多喔 但是他這邊的細節喔 品種現在點上了 這邊高棉看到的話應該要先行撤退喔 雖然他自己也是有品種狀況下 但是他已經在生時代的關係 第一時間應該是要趕快撤退喔 待會要來出騎士喔 去反制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看阿茲 阿茲這邊城堡時代也點下了 城堡時代點下之後 萬命應該也是挖出去了嗎 阿茲居然沒挖出去喔 現在才在挖 那如果他現在還沒有狂見的情況下 還是有可能直接打一個長槍兵戳爆對手 待會直接升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單純的槍兵Cover隊友 然後再試死的去查對方城堡 那應該是阿茲待會的最佳首選打法 好這邊 保加利亞 包住了高米的肉麻 有點慘 上方直接波蘭上高地 砍爆一堆村民 而且這邊還有阿茲的長槍兵做Cover 對方 保加利亞的肉麻過來 可能是沒辦法拯救他的 這邊勢必要損失非常大量村民 你看這邊有多少隻 1 2 3 4 5 6 7 七隻村民 這個村民術非常的多阿 這邊包夾 後面開打 槍兵槍兵要往前嗎 這邊往前 這裡要趕快往前 至於能戳到很多東西 但是後方有 大聲的弓兵 哇大聲很盡早 第一時間封城市對方槍兵 雖然保加利亞的石頭被換光了 但是 也順利剪掉這一波槍兵了 哇 我覺得打得有點嗨啊 這一波大戰 好 那目前德國A隊村民術是領先5寸 兩邊村民術其實都蠻差的 都是有經歷一個互相傷害的一個狀況 阿茲這邊終於決定了 要到後方直接去挖黃金了嗎 這邊槍兵怎麼往後走 我以為他是拉村民到後面挖礦 結果不是喔 繼續槍兵一直線 好果然升級重裝長槍兵 阿茲特克槍兵直接一直線幫忙 那石頭部分呢 並沒有來蓋城堡 可能有做一波買賣喔 賣了一點石頭去點這個一級房喔 二級房才對 沒錯 二級房點下之後 長槍兵會很坦 55滴血 那有人說欸那最慘的槍兵是誰 一定是這個圍巾人喔 圍巾人好像是66滴血吧 直接多了11滴喔 雖然沒有擊兵 但血量上來說好像是比這個擊兵多6滴血的樣子 我記得擊兵是60滴血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德國衛隊的打法算是比較還是強軍士一點 並沒有專心開農 但是他還是有邊打邊農 那我來解釋什麼叫做邊打邊農 就是你邊出騎士的情況下 家裡TC有再開一個 那2TC順利運長 然後又要讓自己的騎兵喔 可以一直按生產狀況下 這就是邊打邊農的一個狀況 那你會說那3TC你哪收攤呢 3TC開的時候就是你三個馬舟或是兩個馬舟 如果持續運轉不會斷騎士跟你2TC不會斷的時候 還是你開3TC的一個時間點 大概邏輯像是這樣子 那建議喔這個開打邊農的狀況下 二級農二級木要早點點下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農田的消耗量會非常快速 很容易農田吃完了 對這個二級農點下的話是有一點優勢在 前面這邊城堡蓋一下馬達爾 這邊城堡點起來之後 這邊工兵也不能轉 馬達爾如果要打馬攻的話 後面TC要開多一點 剛講完就開第三個是這樣 開到第四個 看來這位馬達爾玩家 也知道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趕快轉馬攻出來了 城堡蓋好 那應該沒機會轉馬攻了 你看這邊長兵這麼多 他不轉馬攻絕對沒得打 阿茲的策略也是蠻棒的 這個長槍兵壓制對手相當的好用 這邊馬扎爾打得很不錯 清奇兵抓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而且這邊即使收村 也是有大量村民沒辦法躲進去的 這邊只能躲15人 那勢必躲不進去TC的村民 只能殘召這些清奇兵的毒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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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慘啊 馬亞直接 剩下51村啊 哇本來超級大優 現在變超烈 好那這邊衝突直接開頂了 這邊阿根廷B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德國A隊獲得了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果然這個劇本跟我想的很像 真的是不好打 好那普蘭這邊跟高敏 果然經濟是最好 拿到了他們的 第一第二名的經濟喔 那第三名經濟好的是阿茲喔 那我們有說過阿茲的本身經濟就會很好 這個資源三人裝載量 那本身經濟就不會太差 那保加利亞跟薩拉森這兩個經濟就是慘不能躲 條盾也是喔 條盾要到後期這個經濟才會起飛 那我比較意外是馬札爾這邊 經濟非常好 就像有1萬9 但我覺得應該是人的關係喔 因為馬札爾這位選手是一位 算直接選手了吧 應該算是了 算 非常頂尖的 呃你們也看到阿 這個馬札爾 他也不是非常專注在打前線作戰 而是有在顧自己經濟的狀況 他那邊TC一直開 所以他經濟上其實不差的喔 哇開到這個怎樣 6TC 6TC開弄 但後方喔 這個瑪雅女射手 直接射爆對手 這邊大量的一個臭名直接倒在地上 那就沒辦法了 好啦 那我們就恭喜德國A隊獲得兩場比賽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第三場比賽 德國A隊對上阿根廷B隊 第三場選擇是團隊島嶼喔 團隊島嶼的話 這張圖的話 還是要打一個有戰術性的一點喔 不能完全只靠前期 那中後期的選擇文明也是相當重要 因為這張圖是海陸複合圖 所以這個選擇的考慮因素 就要考慮更多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達羅皮圖 達羅皮圖的話還不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隊友是什麼顏色 這個圍巾 圍巾我很喜歡 這個有點偏前期的 圍巾這個選擇就OK了 那當然是中國 中國也很強耶 中國是基本上海陸圖也都是滿萬能的 接下來是圖爾旗 圖爾旗的話 這張圖有個細節 就是圖爾旗的挖金礦速度 是有提升20%速度的 所以打海戰的部分其實也不弱 陸戰也很強 對耶 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張圖 打圖爾旗其實優勢也蠻大的 好 那這個是阿根廷選的嗎 阿靠又是德國 哈哈哈哈 好 笑死我 那我看起來德國A隊是穩了 我想說奇怪 怎麼柏根地突然就開竅了 我怎麼沒說看錯顏色 好 那阿根廷B隊喔 這邊是選擇了義大利喔 義大利我沒有講過 海戰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就這個科技減免 跟漁船的費用減免 那實戰方面來說 打海戰我沒有那麼推薦 義大利這個文明喔 好 接下來看這個 敗戰艇喔 敗戰艇就選得還不錯了 這個火彈層攻擊速度加20% 而且帝王時代升級也是相當的省 再來就是他的日本 日本也選的OK 漁船捕魚的肉量也很多 那我覺得日本打海戰我的問題喔 就是你要怎麼去打贏海戰是個細節 基本上你海戰打輸 你的日本的一個buff 漁船的buff 就是直接歸零喔 所以我覺得蠻考驗 日本的一個前期的運營喔 是要怎麼去調配經濟喔 才可以把這個戰船的數量最大化 然後讓自己的經濟喔 可以跑得更好一點喔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伯甘蒂 伯甘蒂話還不錯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的升級科技 那可能伯甘蒂會打一個主 主要的登陸戰的動作喔 而不是會選擇打海戰的 海燈部分可能會看著情況 適時的去打 好那目前以上就是 這一場的一個分析喔 那縱觀來講 德國A隊的四個文明選的都非常漂亮喔 那阿甘蒂B隊目前比較值得一看的是 這個 敗戰艇喔 跟日本喔 日本跟敗戰艇是關鍵喔 那義大利就是有跟沒有一樣 也不算有跟沒有一樣啦 就是 不是非常那麼重要 然後 好 那就稍微加速一下 我們盡量也在把這個遊戲的時間 跟影片的長度 縮短在一個小時左右 或一個小時出 讓大家看的也比較輕鬆一點 不然影片太長大家真的是看不下去 有些人的話還是會想要看完整版 所以我還是會盡量把三場比賽都播出來 好那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那最近喔 有可能會推出這個精華版 因為賽事比賽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在考慮要不要出個精華版 讓沒有時間的人也可以去看喔 那想看完整版的話也可以去看完整版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對大家來說 會有一個選擇在 而不是只能看完整版 想不看完整版有點累 這個我能體會 好那這邊圍巾直接出兩個 這張戰船直接到對面 那圍巾這邊要注意的是喔 因為你是打一個首發的動作 就代表說對方的戰船支援速度會很快喔 如果這邊太照鏡的話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戰船直接支援換掉 直接走會越換越多 所以圍巾前期還是要稍微先保守一點喔 戰船數量夠多 第一時間可以到前線的時候再趕快去 那打海戰前期的細節 就是海戰的數量要一直保持在一個很OK的狀況 你才可以繼續往前推喔 那這邊應該是有看到對方圍巾 所以這邊有沒有第一時間去對方家裡看 好這邊一下有戰船優勢 是打5然後後面有補一勺5打5 圍巾第一時間也是很保守 即使他們是德國A隊已經拿到兩場比賽的勝利 也是沒有那麼的照鏡喔 這就是強隊的共同點喔 不會做出這麼衝動的傻事喔 而是很努力的喔 去打這個 把自己的一個優勢喔 一直慢慢的擴大 打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觀點喔 就是 這種經濟遊戲 運營遊戲喔 每一個小細節喔 這個細節的優勢會越擴越大 就有點滾雪球的效應喔 所以 基本上你越強的時候 你就越該要去思考 你要怎麼把這個優勢繼續擴大下去喔 你看這邊比你戰船9艘 對方5艘他也不敢上 這就是任何一位高手的一個 判斷跟反應嗎 這樣講吧 你看對方就直接重計 有沒有 5艘被追著打 就會變這樣子 而且很危險 可能一不小心戰船4艘就會輸對手 好 所以也不是說 你真的有優勢的時候 就一定要往前推喔 反正是守株待兔 讓對手過來跟你交換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個就是一個前期海戰的一個細節 好 那我們稍微可以加速一下 看看 登陸戰的部分 登陸戰的話 中國直接用了一書船喔 蓋了一隻村民上去 然後在這邊蓋了一個新的碼頭 直接在海岸捕魚 經濟還算不錯 那這邊先用刺頭去探對手 看有沒有先行登陸的動作 那似乎對手並沒有開始做登陸 這邊刺頭也到了這裡 看到也沒有任何的建築物 那這邊移上城堡的時代 土耳其已經蓋下了中間的城堡 又來搶佔這邊的一個中間位置喔 還不錯 提示也補下 好 那這邊應該是外面兩家 外家的漁船喔 戰船都是有跟 講好說那家都是要打直層的關係 所以叫他們不要照鏡 並可能保留戰船數量 拖延時間就好 中間搶下來之後才是一個主戰場 那如果像他們 阿根田B隊一樣喔 出這個火戰船來幫忙 外家的戰船的時候呢 那就很容易喔 讓對方有第一時間上島 開始搞經濟喔 那反正出戰船的那一方 可能會被對方的刺猴壓著打 像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說的情況 我完全 預測到他們會這樣打 千萬不能這樣子 這個打法阿根田B隊 意思就有點不太對了 這邊稍微秀一下 但是外家的部分可能就會打不贏喔 你看這個戰船數量一多 去射這個火戰船傷害也是不錯的 三發起發可以射掉一艘 裡面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 存個幾艘自爆船喔 這邊秀的很不錯耶 很穩定耶 一發一發點掉了 有光對手 那後面也是有火戰船 那阿根田B隊是想要打一個 海戰強權的路線喔 就是他們一直要出戰船 把這個海域全部拿下來的一個想法 那到城堡時代的隊友 伯根蒂 不是伯根蒂 那個誰 那一家中國也沒有出戰船幫忙 這個很明顯分工合作 就是你一打海我就打海 好那其他人都已經打入戰 那待會經濟一拉開之後就會很明顯 好但是外家已經有點苟不住了 畢竟是二打一的狀況 我已經的戰船數量 開始要all in 去對方家裡了 盡量的把這個戰船 開到對方家裡 去做交換漁船的動作 交換漁船 上方上方往上走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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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兩個圍巾直接登島開 開農 那 欸 如果騎這邊雙TC 欸不錯不錯 這個就開得很厲害了 因為你要蓋城堡之後再蓋兩個TC 通常都是要慢慢挖石頭 那他這邊也挖上去了 3TC也開一下 經濟來說真的是很好 那火槍兵待會再出來 入戰應該也沒問題了 那 凡是伯根蒂B隊 現在 不是伯根蒂 阿根廷 阿根廷B隊現在要上島就很困了 像一上島就會被對方的刺頭抓到 然後火槍兵再開一扁 你蓋TC的這個時間可能會有點短 你可能要派很多村民來蓋TC 才有可能蓋得起來這個殖民地 那最好待會阿根廷B隊真的要上島的時候 建議拉15村左右 直接上島 然後蓋一座城堡 蓋在高地 然後TC開始蓋起來 這樣是對他們來說最好的 現在就要看一下阿根廷B隊有沒有這個會根了 那果然戰船圍巾 直接把盾巾拉到三刀到後面 去射對方魚船 這個是通常你前線戰船 確定打不贏的時候 才可以這樣打 並不是你每一場都可以 這樣子隨心所欲的到後面 OE你的這個戰船數量 這樣其實是會對你的內家的漁船造成極大傷害 就像這樣子 你的內家的漁船就會直接被釋到 壞聖虎法治理 被射光 但也沒關係 畢竟中間的島他們已經拿下非常大的巨大的 一個優勢 村民宿也是直接起飛 非常多 村民宿來到212村 領先了快20村的村民宿 就知道這個阿根廷B隊有點 但搞錯重點 最終戰場終究是在這個中間的島嶼上 而不是這個海上 雖然海上封鎖上一定是有點優勢在 但陸戰還是相當重要的 這邊打梁籌民直接往前走 是要直接蓋寶嗎 這邊是應該事後有看到對手蓋城堡的一個位子 那目前 中國可能覺得對手城堡高遠會來這邊蓋TC 果然這邊蓋TC 然後這邊拉了村民 直接蓋這個位子 高地堡 看這個生物可能會卡到 所以可能要再蓋前面一點 那這樣子的話完全就命中了 這個紫色的一個心思 紫色認為他這個TC一定會蓋這個位子 這已經有點是預判對手 果然 哈哈哈哈 好 這就是 強隊的一個失誤 預判對手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 觀點是在任何遊戲都非常重要 你只要能預判對手的心思 你就贏對方一個優勢 這個優勢怎麼計算 可能自己可以衡量一下 經濟上倒了也沒問題 目前土耳其 土耳其火香兵火香兵 有在繼續出 家裡島上船被封鎖 也沒辦法運村民過去 這裡可能要考慮斷村 或是點手推車 瞭望技術 盡量村民不要再按太多了 因為很有可能 這些村民是沒有辦法逃離這個島上的 那不如就直接用這裡3TC 也是一個選擇 這邊火槍兵就來登島 開始射家裡 火槍兵很難纏 第一時間這邊做刀箱 能不能把生女給射爆 這邊有走位 很細節 好 阿根廷B隊這邊 生女招翔 其實招翔的蠻漂亮的 招到 然後直接自滴兩隻火槍兵 生女生有進去 還是被射到一發半血 那這邊火槍兵輸出 傷害也夠多了 已經達到非常多的傷害了 好城堡一劍好 這邊直接帝王時代 巨型投射機開始 中國連弩也開始在出了 第一個TC蓋好 也要面臨被拆除的一個 一個跡象阿 哇 這個巨頭城堡TC 一直線 猜到底 無限都根 但海灘部分 可能待會要想辦法拿回來了 因為海灘部分 可能會有點 難打回來 或者是直接 全境封鎖 你只要一登到 我就猜你TC 跟城堡 好這也是 德國A隊的一個選擇 目前看起來 伯根蒂這邊 上島也算是成功了 這邊有少量輕鬆兵 這邊有聘一個XX記號 這邊有在 實時注意對手上島的一個狀況 好那其他隊友已經知道了 待會要不要出更多火香兵呢 有 這邊火香兵有個開始在按 應該是兩個隊友在按 有 OK 好那這跟城堡插得很不錯 直接插掉對方的TC 那在這個時期 城堡盡量是拆在對方的TC附近是最好的 那這個TC有點尷尬 會被這個濃炮彈塵打到 這邊要上島了嗎 沒有辦法 殺光 500 再見500 欸 結果這邊沒有上去去抓 欸我剛想說奇怪了 他這邊工兵怎麼是往下走 他知道他撤退嗎 也沒有啊 好 那沒關係 那火香兵繼續在中間 好 城堡蓋了起來 中間這個城堡 真的太要命了吧 有夠罐老闆 叫我死 好 馬上青中兵傷害很高 第一下根本就是一拳超馬 直接 一個撈 撈爆對方的火槍兵 好 右側目前看起來也沒問題 雖然阿甘平B隊也上島了 但上島時間偏晚 經濟的發展來說已經落後的非常大了 370村對上225村 這個村民差距就知道有多大 好 這裡拉了一隻生女來招翔對方的 蓋 村民的城堡 這邊要來阻止城堡繼續建造 好 來不及跑掉 直接被招翔走 好 這邊點下金瑞火槍兵 過去火槍兵金瑞點一下 火槍兵血量還會再提升一點點的樣子 提升多少有點忘了 讓我來看一下 阿甘平B隊村民術目前還落後大約60村左右 但這個村民術是有包含漁船的樣子 所以 還是落後蠻多的 但中間的部分已經開始了 沒辦法好好的應運這個經濟 這邊是自滴TC的概念嗎 怎麼TC沒了 這個為什麼要自滴TC呢 有點不太懂 好 這邊想要來插寶 但是這邊有城堡 這趕快D掉取消 把城堡蓋在後方 這邊趕快蓋巨型頭死滴 維京打強奴跟衝車 沒錯 維京一直我們在說 維京打工兵衝車是以前很常用的戰術 由於現在維京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所以這個戰術已經變得沒有那麼常見了 為什麼會配大衝車 原因是因為衝車升級是非常貴的 輕衝升級變重衝 到重衝的這個過程要花1300肉 基本上是可以生一個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的一個肉量 那雖然經濟好一樣 衝車是可以很好打 但是工兵卻被削弱掉了 所以他這個拇指環加衝車戰術 強度就被削弱很多了 好 射一下空兵去開射 好 三十個中國聯弩 射爆 超級大爆射就是這樣子 攻擊力8加4 跟馬弓的傷害差不多 別射的箭矢還比馬弓還要多 這就是中國聯弩的OP之處 鬼之聯弩 大爆射 德國這位真是大爆射 各種開射 火槍兵也在射 好 火槍兵果然有提升血量 來到50滴血 而且攻擊力提升了5攻 22攻的火槍兵有夠痛 城堡一蓋好 但是阿冠琴B隊好像沒有力量可以抵抗了 目前還有兩架還在城堡時代 兵量上來說也是很難阻止對手 而且就算這邊要打火炮的話 還會被圖爾奇的火炮術 和一個加2射程給壓制住 所以火炮也沒辦法完全 完全Counter對手 這邊阿冠廷B隊 實在是能反制的手段太少了 這是文明壓制嗎 現在還上全輸 但路戰已經完美的打爆對手了 這邊阿冠廷B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德國一隊以3比例的姿態 擊敗了阿冠廷B隊 難怪 各種事 沒了沒了 這個已經打GG了 剩下青色沒投降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部分 經濟上 土耳西人經濟是最好的 維京人是第二 先上島開TC的是維京 那維京是之後才來的 算蠻後面的 應該是中國要經濟比維京還要好 但是圍巾卻比中国还要好 怪怪的 因为圍巾这里是出战船 再挡对方战舰的 花了很多时间去防守 但却经济比这个中国还要好 中国也没出战舰 但是却输给圍巾 那就代表圍巾的经济跟鬼一样 没错 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要再记住帮我下订阅 那也不要忘记 按下这部影片的喜欢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by bwd6